春花秋月,剩下冬雪,贺庆的四季,有着不一样的景致,却一样让人心最神迷。 暖春的阳光,萌生了贺庆的第一层心绿,院山上的树,黄龙潭的柳,还有八字里千墨洞横的羊苗,都泛着一层清新的嫩绿,让人心生宁静。 让人恋爱的心律中,起风存的梨花,小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,就染染变春山,柔软的春风梨,大片的洁白梨花,白墙青瓦的农舍,像极类一幅室外桃园的醋血。 春玉的暖意,映照的龙潭水玉发清透,水草当样在细微的柏纹里,惊动几位小小的鱿鱼,岸边五颜六色的小野花,开出一首欢欢跳跃的歌谣,迎唱这儿春光正好。 春花,春草,都是较嫩的,八字里,山林中,春色旁,小春外,春天清新的寂息轻描淡写,却又让人印象深刻。 那些新兔的枝丫,欲放的花苞,耕种的人们,无疑不宣告着春日里赫兴的美,我想唱一首歌给你,歌里是我对春天的喜爱,我想写一封信给你,心里是我对春天的期待,我想在春天走到你身旁,将你的模样刻在心底。 春天,选一个风和日历的日子,去看山花蓝蓝,去画草长英飞,去将贺庆的春天,验在永不褪色的回忆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